骨再生技术 骨再生是指利用生物学技术和工程学方法来修复和再生骨组织 降低手术风险以及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骨组织是人体最重要的组织之一 它支撑身体、保护内脏、参与代谢调节等多种生理功能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 例如外伤、疾病、年龄等原因引起的骨缺损和破坏 已成为许多人面临的问题 说一个大家都能够理解的案例 鹿角 鹿角每年定期脱落 随后又会重新从头顶冒出来 长得比前一年还要大 每年再生的鹿角是哺乳动物中 唯一能在自然情况下周期性完全再生的器官 首次在鹿角中发现 鉴定并分离了一群具有强大骨再生潜能的干细胞群 这一发现对于骨再生和骨损伤修复 有重要的转化研究潜能 给哺乳动物器官再生 器官损伤修复带来新的洞见 为了理解鹿角再生的细胞和分子机制 研究人员收集了鹿角再生连续八个阶段的样本 建立单细胞分辨率的鹿角再生发育细胞图谱 包括 监制细胞 胜质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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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疫细胞 内皮细胞和血管周细胞等 其中研究人员识别出一个建制细胞类群 在鹿角再生中发挥重要作用 既然鹿角中的干细胞可以对骨再生和骨损伤修复有重要的转化研究潜能 那么人体的干细胞是否也可以有同等的功能呢 经过医学家们的不懈努力 在人体的脐带和脂肪中成功提取到干细胞 并且经过培养 形成不同的可以修复人体器官或者系统的干细胞 通过回溯人体后作用相应的器官或者系统进行修复 孙杨拿起一块橡皮泥状的人工骨材料告诉记者 公司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可塑性 传统的两种人工骨材料 一种是以硬块为主 最大缺点在于填充骨缺损的时候 不能够随意地塑形 操作不变且导致一些缺损无法方便填充 填充之后无法拿到饱满的填充效果 从而影响术后的疗效 另外一种是沙浆型的人工骨 其缺点在于这种材料容易被血水直接冲散 甚至会带到我们的肌肉和皮肤里面去 造成一些异味古话 他介绍说 而力兴科学推出的可吸收再生骨材料 其特点在于可塑性 像橡皮泥一样 可以进行随意的塑形 方便快速填充各种各样的骨缺损 且填充效果保满 其次是抗水性强 在水里随意塑形不会散掉 可以稳定的塑形填充 这两个特点让医生在操作性上有很大提升 此外 骨填充材料的降解再生效果可以决定临床术后疗效 我们采用了聚乳酸 PLA加抢及磷灰石 HARD常规材料组合 通过工艺创新和材料之间作用力的优化 使其具有了骨诱导和成骨活性出色的特点 仅需三到六个月即可完成骨再生骨缺损修复材料 依旧是当前骨科临床的一大需求 在实际的运用中 可吸收再生骨将为患者带来哪些利好 孙杨介绍 患者不用再担心止骨材料的来源 利用人工骨就能帮助病人实现骨头的再生 操作层面而言 对患者也是有利的 医生在填充骨缺损的时候 手术操作效率变高 塑形性让窗口变得更小 这缩短了手术的暴露时间 感染风险也下降了 老龄化趋势下 骨缺损修复治疗需求增长 植骨是主要的治疗手段 在美国每年约进行50万里植骨手术 全球每年有超220万里植骨手术 巨大的手术量导致金标准字体骨可用量不足 且字体骨拆东墙骨西墙来源有限 而人工骨在数量和部位上 不受限制 近年来临床应用快速增加 据南方所统计 2018年我国股修复材料市场规模 约为39.3亿元 预计到2023年将增至96.9亿元 目前FDA批准的股填充物便超过400个 市场产品看似趋于饱和 但在实际应用中 临床提出了更进一步的需求 首先 临床股缺损形态多样 股填充物需满足可塑性 植入人体前和手术过程中可反复调整材料形态 还能最大限度匹配缺损部位 其次 股缺损部位可能伴有出血 或需在液体环境下开展修复手术 考虑到产品在人体内的稳定性 要能够抵抗液体冲刷 股填充材料被液体冲散会出现两个问题 一是股缺损部位剩余填充材料不足 影响成骨再生 二是被冲走的材料可能会到达非骨组织 例如皮肤、肌肉处 医生需要对其进行清洗 不仅延长了手术时间 增加患者暴露感染风险 清洗不到位还可能出现异味成骨 再者 骨填充材料在人体内的降解再生效率 会影响到最终的治疗效果 在骨修复领域 有骨传导和骨幼导两种不同的机理 骨传导属于南水北调 骨头从一侧涨到另一侧 骨幼导属于无中生油 在非骨环境下 幼导机体生出骨组织 本次产品获得全球范围内 含金量最高的认证之一 也意味着利新科学 强势进入全球临床需求的空地 对于一家材料企业而言 开发新材料并不是难题 但利新科学创始人 兼CEO孙杨博士也提到 正是上临床 走审批程序跟学术研究不同 医疗是一个严肃的行业 对于新材料的应用比较谨慎 需要长期的安全性观察 创新材料走向落地 还有很长一段路 聚乳酸 抢机临挥时都是临床证据丰富 应用较为成熟的骨修复材料 开发的重点在于 赋予这复合材料临床需要的性能 利新科学的法宝是原材料技术 和工艺创新 聚乳酸输水性较强 但成骨性能不理想 降解产物偏酸性 在体内一引起无菌性炎症 抢机临挥时 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骨传导性 在降解过程中可释放钙离子促进骨组织再生 但其机械性能较差 骨诱导效率偏低 利新科学通过优化单体比例分子量 一方面调整材料柔软度 生成软硬适中的复合材料 一方面减少材料降解后形成的缩机含量 控制环境酸性 同时通过超分散技术 让细小的抢机临挥时颗粒均匀分散在聚乳酸材料中 含量高达50% 这不仅可高效中和酸性物质 还能实现抢机临挥时降解石钙离子的缓势 使得周围组织液中钙离子浓度相对平衡 利于成骨 上游材料的创新和下游产品的定制开发 离不开利新科学内部的正反馈机制 根据下游市场的应用情况及反馈 上游材料加工可做出快速的反应 在Galbon可吸收再生股上市之前 公司内部已历经超10次迭代